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瞒不住了 杨小蕾可能猜到什么了 他去找您去了 你这个臭小子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 这不竟给我添乱吗 喂 喂 杨博士队长 根据你的指示 辩庄已换好 请指示 杨博士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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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博 穿着警服咱们是上下级关系 换上便装咱们就是兄弟姐妹 这话是您说的 对不对 是我说的 我还说过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跟我拍桌子 那 我做错了什么 你就是错了 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 他也是个病人 你比谁又清楚 熊过梁这个臭小子 你不用问他 他什么都没说 他真的没说吗 他要是说了 我就不用来找你确认了 看来他还挺有阻力原则的 你不用原则来压我 你觉得你这样说有意义吗 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你先告诉我 我说得很清楚 你就是错了 甘铁雷在床上睡了八年 刚刚奇迹般都醒过来了 他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 他的记忆都还存在障碍 你让他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你不觉得你太鲁雅 菜炒酸 你太不敬人情了你 说累了吧 你不说你还没吃晚饭吗 吃不下去 来来来 喝点水 再接着发老子 还吃不下 你说的这些 我都理解 但是我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你就是无言以对了 你无话可说 这次是涉弊行动 你没有资格了解那么多 我没有资格 我怎么没有资格呢 我是干独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 雄光亮有资格 我为什么没资格 他是正的你是负的 根据局党委的决定 这个通知只传达到正值 党委决定的 对啊 党委决定的 满意了吧 我服总 这才像一个老党员的态度 但是作为家属 家属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知会都不知会议之后 就把他看出去执行任务了 家属 你是谁的家属 你告诉我 干天脸是不是盖小暖的父亲 对啊 我是不是盖小暖的养母 是啊 那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同进一个门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亲属 从理论上 这个可以说得通 但是你是干小暖的养母 你怎么就变成了干天脸的家属了呢 这是哪门的家属啊 杨小蕾同志 再者说了 我们工作的性质你不是不知道 对家属而言 隐瞒得越多越好 这么多数都是他们的安全吗 八年 干天脸昏迷了八年 这个案子悬了八年 两大制毒贩毒集团 暗潮有动 全市六百万 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悬了八年 我成为一个老警察 我心不安的你知道吗 这一个案子 牺牲了七名同志 他们牺牲的这些人的名字 你还都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呢 李勇 王全才 武志高 别说了 别说了 每次我下班的时候 我都绕着家属了不及 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遇上他们的父母 遇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我没有勇气见他们 案子到现在也没有 到现在才七位烈士 他能闭上眼睛吗 可是台局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干天雷就是第八个 那你就是第九个 我是第十个 熊文良就是第十一个 他不管牺牲多少人 这个不会得禁哪 这条路得往前走啊 得有人走啊 我们把北京的上海的省里的市里的专家 都请来了 给干天雷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专家们一致认为 现在干天雷只是记忆缺续了一部分 其他的都已完全恢复 事当的外部刺激 是有利于他恢复记忆的 你知道了吗 那也就是说 干天雷失去的那部分记忆 恰恰就是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 我们局党委经过反复的研究 制定了这个计划 我们在各地还派了经营小组 我让熊国良全程保护他 我给他的子命令 如果在行动中出现以外 宁可任务中断 也要绝对保证干天雷的安全 保护干天雷安全的这个任务 交给了熊国良 你还不相信他吗 行 我明白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凯撒鸡蛋的四十亿美金 收拾 负责洗钱的这个人 外号叫财神爷 他把所有利养账户的密码 设置为一个管理号 号码分四组 只有老凯撒一个人可以全部掌握 分别是老师傅 财神爷 光头 还有一个老凯撒最信任的人 密码不能出错 如果错了三回 就自动锁死 除非老凯撒自己重置 否则四十亿美金 就彻底撤死了 那个自信任的人是谁 是我 但是具体的我想不清来了 这预约记得 跟苏林有关 他把沙飞心机地受了一个局 就是为了这样 你脑子里去死就不一样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没事 只要这笔咱狂还在 我们就有时间 台队 嗯 我有一个想法 去看看 我可以跟他们合作 利用他们现在的心态 掏出其他三组的密码 不行 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 我得整理一下 张亚长的意见 还有啊 这件世界上存在着 很多都不确定些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